第1195章 奇突破 两大杀生变色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有声 天听余孽 若是全都逃走 就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铲灭了 咻 他们疯狂攻击 各种杀生大树 接连出手 奈何前方有大阵阻挡 短时间内穿透不过去 银月族的祖王心急如焚 比两尊杀圣更为焦虑 而今已对圣皇子出手 却没有能够全灭众人于此 小夕若是走漏出去 须迷山上那位老圣元 一旦发怒不堪设想 小世界在瓦解 元树上古沙镇圣人烙印等 交织在一处 击穿了混沌壁垒 构筑出一条通道 天庭的人顺利冲了出去 开始启动震台 道寒长片玉门出现 将横堵虚空 此刻天之村 那几个风竹残年的老人 老泪纵横浑浊的眼睛充满了凄凉与不舍 难难个不停 黄谷天庭留下的最后一戒 也毁掉了 我们不笑 什么都没有保住 他们脸上皱纹堆积 生命无多 心中感伤 最后的怀念也被人打碎了 天庭过往的遗迹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前辈 走吧 用不了多久 我们必当会在地狱与人世间的废墟上 兴建天庭 年轻的后代劝道 我们与天庭遗迹 同在 买骨于此 是最好的选择 你们速去 几位老人 浑浊的眸子 散发出了异样的光 一个个像是有了充沛的生命力 涅槃中完美 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燕熙说道 他常与这几位老人对异 得到过他们的指点 我们本来就要死了 最多不过半年的寿远 买骨于此最好 你们快走 几个老人催促 第四阶段的进化液提炼了出来 可以让你们突破 延长生命 齐罗说道 不用浪费了 留给这些孩子吧 我们服用宝业也难成胜 只能多残传几年而已 几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求死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实情 血气早已干枯 身体腐朽的不成样子了 而今唯一的愿望就是与天庭最后的废墟同悔 不肯离去 看着他们老泪躺落 一副凄凉的玩景 许多人都沉默了 天气炎炎 小雀儿大哭 拉着一位老人的手不肯放下 准备拖走 景山爷爷 我不想你这样 跟我一起走吧 叶童也上前 搀扶住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 这几位老人 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悉心教导了他们很多东西 可以说是他们最亲的人 古妃古林也上前 抓住他们的手不肯放开 爷爷们老了 活不下去了 只是想为自己找一个喜欢的坟地而已 杀手应该在刀光中落寞 在血水中躺下 可是我们太老了 手已握不住肩 爷爷 小光头哗哗大哭 泪水成串 死死地抱住一个老人 不肯松手 你们这是做事 人都要死 能够葬在此地 对我们来说是最豪的结局 一个老人 以粗糙 长满老茧的手摸索长剑 可惜却在颤抖 已经不能吃三尺清风 纵横沙场了 众人沉默 尊重天骑 景山等几位老人的选择 生命无多 埋骨于此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让心灵宁静的归宿地 你们就是希望天庭必然大兴 手持不住剑 三尺清风 却还在明在他们手中 蒸蒸而响 伴着他们一起走向那瓦解的小世界中 浑浊的老泪 狗搂的身影 成为飞灰的战衣 最后折断的三尺清风 一同葬在了火光中 众人看了最后一眼 迈入狱门 就此消失不见 天庭古地毁灭 我们会有那样一天吗 叶凡自语 再大的英雄也有迟暮的一天 即便是无敌的古圣 也有血气干枯 不能出手的晚年 他想到了圣牙的血 大成圣体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事 可到头来却是那样凄凉的晚景 当华发生根 当精气神衰败 当眸子不再犀利 当身体老去 当圣血干枯 不再沸腾 他会有怎样的选择 叶凡不知为何 心中一阵激动 似乎看到了一角未来 他的晚年 会有那样凄凉的一幕吗 而到了那时 他身边的朋友 又都在何方 大成圣体可活一万多年 也许那时 只剩下衰卖的他自己了吧 还能持剑对敌吗 南岭一片原始之地 巨树蔽日 骨藤遮天 圆体虎啸 许多蛮兽在出没 很难叫出名字 那横空而过的庞大凶勤 一找就抓碎了一座山峰 将一条长达千丈的蟒蛇扯断 吞入了腹中 沼泽中的异兽 张口一息 天上的云朵都坠了下来 附近许多兽网 没入他的口中 南岭最深处 各种史前生物出没 危险至极 连腰黄殿 与蛮族的人都很少涉足 青色苍龙展翅 遮蔽大片的古墓狼林 金色大鹏长啸 百山奇遥 这就是天之村的棋居地 他们在此休养 所有人都在壮大自己 努力冲冠进行突破 第四阶段的进化业已成 量很大 因为他们得到的神性矿物很多 萃取出了足够的宝业 天气爷爷 小雀儿哭泣 盈白的脸上挂着泪滴 大眼睛红肿 叶瞳眼睛也满是水雾 在另一边沉默不语 古妃古林流泪 心中自责 他们算不到圣人的天机 当日没有推算出两大杀生降临 地狱人世间 你们所有人都该去死 小光头哗哗在抹眼泪 哭什么 几位老人家是安详地离开的 他们愿意选择那里沉迷 你们只要努力提升实力 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 李黑水说道 是的 攻破两大神潮 覆灭地狱与人世间 以此告慰几位老人家 叶瞳站了出来继续去冲弯 叶凡没有让他立刻拂进化夜 要稳固境界 毕竟刚展到不久 须认真去体会这一道果 啊 树林深处传来银血霜黄的惨叫声 被一只大黑狗追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再进行地狱式磨砺 当李黑水听到时都一阵头皮发麻 赶紧去扶净化夜冲弯 他觉得再不抓紧 可能会被黑黄的两位弟子超越 不得不说银血王族 无愧为无冕之黄 虽没有出现过古黄 但是血脉之力霸道不弱皇族超级强悍 这两人有净化夜相符 血脉之力逆天全面激活 实力可用飙升来形容 这些天来山岭深处雷声不断 东方爷利天等人相继破关 全都渡截了战力提升 轰一声巨响乱石穿空 魔云闭日杀气斩破九重霄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杀胜齐罗竟然在渡截 血肉经过净化夜的洗礼 充满了生的力量 实力又上升了一个小台阶 这老头是被刺激了 第四阶段的净化夜不足以让他突破 不过积累了这些年 加上心中的那股怨气 让他生生再上一个小台阶 有朝一日成为圣人王 也不奇怪 圣人渡截自然景象恐怖 那片区域成为劫灰 没有人可以接近一步 最后他成功扛过 天之村人口不是很多 仅数百而已 除却天启景山等年岁最大的几个老者外 还有数位稍小半辈的老爷子 而今得到净化夜相助 宛若枯木逢春 相继做出了突破 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展道中的王者 其中老道坝子的成就最大 原本就已展道 若论境界还在李黑水等人之上 而今直接成为了大成王者 黑黄那狗娘养的 居然快成生了 比谁都快 龙马一脸嫉妒羡慕汉 口中喷吐白烟 浑身关火腾腾 东方爷等人也相当的无言 这只狗确实喊逆天 用他自己的话说 再拼命压制境界呢 不然早上去了 本狂破而后立 立而后破 如今再立 就是要航实每一步 刚半生而已 算得了什么 他大言不惭 不过也没有人能反驳 因为他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想当年凭肉身 跟叶凡近身搏杀 不落下风 撕咬的那叫一个汉 而今境界稳步上升后 这个家伙变态的肉身 更夸张了 让人怀疑 他是妖皇的亲子 因为其血脉之力 不弱于姬子与圣皇子 敢跟任何人肉身大战 以后本狂再也不跑了 谁再追杀 我要不死他 黑黄穿着一个大花裤衩 直立着身子 背负着双爪 名副其实的人魔狗样 一脸傲然之色 他现在达到了半圣境 绝对可以匹敌圣人了 有五使大帝传下的古法 可以打破圣域壁垒 龙马当然也是猛的一塌糊涂 突破到大城王者境 给他时间化作半圣 也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他是瑞兽 号称古之大帝才能拥有的坐骑 天地间紧见 当年在星空另一岸时 他的境界比叶凡还要高上一截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斩到六层天的妖马了 而今得到进化业相助 自然更进一步 黑黄提醒 小心一点 想要正道成为大帝的人 不要以进化业呈上 最后那一步要靠自己物 不然对将来的成就有影响 龙马野心不小 正是因为如此 才止步斩到九层天境 不然可能会更进一步闹不好 真会出现成圣契机 众人当中 东方野绝对是一个猛人 与其弟弟东方蛮 号称蛮族占神体 不说法力误道等 在人族中若论肉身强度 仅次于圣体 而今野人的彪悍 一如既往 这些年 他的境界并未落下 现在有进化业相助 到了展道八层天境 当然 进化业对他还有效 若是时间足够多 保他成为半圣 没问题 不过野人觉得 应适可而止 不能突破太快 提升后 需要努力夯实 留待日后再做突破 腰月空身为天腰体 同样逆天 也是因时间以及为将来考虑 达到展道八层天 燕一溪立天 也达到展道八层天 李黑水江淮人 吴中天稳固在展道六层天 不敢继续突破了 一切都要留待将来 有进化业在 他们日后慢慢消化 成为半圣都不是问题 一切都是时间的原因 所有人都在期待 叶凡姬子 圣皇子出关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三人再上一层楼 绝对可占圣人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章 攻打神朝 数日后 古之大帝的子嗣 太武皇的亲子 还有叶凡相继出现 不过却没有一个人杜劫 进化业无效 立天愕然 自然有效 可以攻杀地狱与人士监牢 圣皇子 陈生说道 叶凡与姬子点头 都是打了同一个主意 现在杜劫很浪费 他们都有绝对的自信 可以从容在殿海中 砍过 三人杀气卷千山 摧折草木 体外神光腾腾 都已经准备好 将开始反扑 人世间与地狱 你们要在杀手神朝内 杜劫 东方爷 憨厚的笑着 头发乱糟糟 拎着一只狼牙大棒 这是盛气 杜劫 李黑水哑然 西年叶凡可没少干 既然要杜劫 且有极大的杀伤力 若是利用的好 可能会伤到股上 为何不利用 有优势就当利用 白白浪费 那才是可耻 一群人看向叶凡姬子 圣皇子的目光顿时变了 光想一想就觉得可怕 这是什么人 全都是弟子级人物 这样三个逆天的存在 一人杜劫就很恐怖了 三人同出 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谁能挡住 这一战 地狱与人世间要除名 不容有事 叶凡咬牙 朝鸢已久 自他出道开始 站到了现在 不能化解 为天启爷爷 警察爷爷报仇 小雀儿 攥紧小拳头 眼中 晕着泪光 大声的说道 骂他地狱 全碎人世间 小光头 抹眼泪 跟着一起叫嚷 他虽然很皮 但是却真的很想念 那几位慈祥的老人 师父 将地狱的神子 人世间神女交给我 叶童大步上前 神色坚毅 好 叶凡点头 这一次 一个也别想跑 将他们都要铲灭 圣皇子 浑身毛发精盈 手持黑铁大棍 如一尊神魔似的 不久后 齐罗出关 先是冲出一股汪洋般的杀意 而后又化成了春风 暖洋洋 扑面而来 他的一只眼洞 身若黑渊 另一只 则神华赤圣 灿若天日 谋在十明十暗 内有山河诞生 宇宙覆灭的景象 要攻杀进去 也要注意我们自身的安慰 不能大意 杀圣齐罗说道 心有隐忧 这可是两大杀手神朝 虽然早已不复 善谷辉煌 但却也不是一般人 可招惹的 不是只有两尊杀圣吗 而今我们合力 应该可以应付了 吴中天说道 可惜了 我天庭当年 有部分底蕴未处 不知失落在何方 若是能寻到 丁可横扫而今的两大神朝 齐罗道 他目前所担心的是 地狱与人世间的底蕴 万一出现 那可能是一场很大的麻烦 比底蕴还怕他们吗 我们也去请人 东方也怪叫 瞥了一眼猴子 呵呵的笑了起来 我们去请师父 燕一熙与立天说道 虽未正是败在天选十房的老圣人门下 但却也有师徒之实 我也去请师尊 李海水道 将去请北狱第一大寇老不死出山 杀圣齐罗忽然促眉道 哦 也许没有那么麻烦 两位杀祖进入了伪先门 多半令地狱与人世间 遗失了底蕴 为何 众人不解 杀手神朝与其他传承不同 因为得罪的大势力太多了 最古老的殿堂 若是被人发掘 也就意味着多半要被灭了 他们的底蕴另有藏地 每一带都只有一人知晓 直到临作画前才会告诉号主 这样做能防止传承被灭个彻底 但是却也有大问题 当年天庭的部分底蕴就是这样一失的 大难突然来临 天庭之主被人给追杀至死 导致那部分底蕴永远沉眠地下 灭他们不难 因为我们知晓了两大神朝的古老殿堂在何地 叶凡冷笑道 杀手神朝见不得光 能够存在至今就是因为足够隐秘 现在一旦暴露到明面上来 优势禁区 叶凡平静的道 在进宫前去告诉江家摇尺摇光 就说我们寻到了地狱人世间的祖地 他们可以去那里将祖师的头骨赢回了 众人都吸了一口冷气 这让人族圣地都不得不出手 这种消息带过去 谁能没有表示吗 不然那就是不孝子孙 万一传出去必损族名 世人皆知 两大神朝以圣人还有体制特殊的人节的头骨 筑成了不朽的殿堂 是他们彰显威延的神地 这当中自然少不了各大圣地的先辈头骨 昔年刺杀过的圣人以及诸王的头骨 都作为战利品陈列在那里 好 两大远古神朝将吃不了兜着走 众人全都点头 人们目光火辣辣 恨不得立刻出动 他们若是早已耗尽了底蕴也就罢了 我们靠自己就能让他们覆灭 若是还有也无据 等着排山倒海般的攻伐吧 众人开始密议 进行各种安排 紧锣密鼓的准备着 要一举扫平两大神朝 天庭余孽 自古至今 带着无尽的大恨在追查 努力了这么多年 早已查到了地狱与人世间的古老殿堂在何方 这是最为关键的所在 这些天来 他们不断出动 详细布置 与各方沟通 叶凡亲自出动 去过江家骑士府等地 鸡子回来时带着一个很苍老的修士 竟然是古圣 人们在他眼中看到了弯谷沧桑的气息 这是鸡家的底月 叶凡小声地问道 鸡子点头 该族有圣人 谁都不会意外 出过古之大地 怎么可能没有圣人 封到现在 而今 承仙路将开启 有的人 若是专卫等这一事 也该出来了 他兄长的头骨 落在了人世间的古殿内 这是鸡子透露出的一则消息 好 我看两大神朝如何不灭 叶凡说道 天庭多方部署 该通知的人都送去了消息 一切都严密进行 即将雷霆出手 月亮很大 大地上像是披上了一层白雪 在这个很宁静的夜晚 可是杀鸡在酝酿 南岭深处 杀气突然冲销而起 天庭的人将要出动了 三艘巨大的母船铺天盖地 五台古圣战争工具 闪烁冰冷光泽 稍弱的人乘坐母船 一样可以发挥出甚威 东方野妖月空 历天艳西老刀把子 分别入主在五台古圣机甲内 以他们的实力 绝对可以发挥出威力 至于叶凡姬子 圣皇子 黑黄龙马 不需要这些 也将有一战之力 此外还有一些数百丈长的战舰 留给天之村 其他人驾驭 所有人都出动了 包括花花这样的孩子将前去观战 增长见识 最终他们构筑玉门 撇开空间 冲进了东方 他们要凭自己灭掉两大神潮 当然前提是对方没有底蕴了 不然将会展开更重量级的较量 叶凡他们仔细研究过两大神潮 各处重地布局很讲究 分散在东方不为人知的密处 非常隐秘 但今晚都要被拔除 齐罗圣皇子姬子直扑古老殿堂而去 而请动出山的几大圣人 则立于暗中 若不需要 不会动手 至于叶凡 还有其他人 则将先去除掉那些重地 虽分头行动 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每一队人都足够强大 要血洗个彻底 轰 吴中天与天之村的一些年轻人 驾驭一艘数千丈长的母船 第一个发动攻击 他们冲进了一个小世界 母船微能何其他 堪比圣人一击 大道符文闪烁 神光横扫出后 地狱这处重地几乎被扫平 你们都给我死 还柳寇的命来 还柳爷爷的命来 吴中天疯狂地大叫着 眼睛都红了 当年柳寇毙命 而他爷爷也被一位老杀手 刺穿鹅骨 钉死在山崖上 鲜血染红了那片崖地 啊 惨叫此起彼伏 八成的人在第一击下消亡了 少数人血肉横飞 骨块四肩想要逃走 没有一个人可以化 吴中天怒吼 母船第二级落下 所有人都化成了血光 同一时间 另一片战场 里黑水眼中在流血泪 驾驭一艘母船 一边大哭 一边横扫了人世间的一个小世界 爷爷 我为你报仇来了 他怒吼着 大哭着 当年李恒为了救他 也是被杀手神朝的人活活定死的 鲜血将老人的身体染红 那暗淡的毛子 那枯瘦的躯体 每当想起都让他痛不欲生 这是一场屠杀 没有仁慈 没有手软 血雾缭绕 尸骨横飞 另一处小世界属于地狱的重地 而今名副其实化为了地狱 东方野将古圣鸡甲 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东方蛮 他赤裸着上半身 古铜色鸡体 强壮有力 鸡剑如囚笼 他手持一杆狼牙大棒 横扫千军 所过之处 血流成河 血泥飞溅 至于东方蛮 也是典型的蛮族强者 乱发如草 驾驭古圣鸡甲 挥动一柄大斧子 跟野兽一般 在收割生命 让这里鬼哭神嚎 无人可逃 两大远古神潮的杀手 平日间行走在阴影中 刺遍天下 而今却成为了被屠戮的羔羊 在出征前 所有人惊然了天庭的杀生大树 对于地狱与人世间的刺杀树 很了解 根本无惧 啊 血染的画面 残酷的残景 生命的哀嚎 利器的释放 天启爷爷 景山爷爷 我们为你们报仇来了 小雀儿哭泣 古妃古林也在抽叶 哗哗更是哭着叫嚷 他们在一艘母船中 跟随出征 虽未出手 但却亲眼目睹了这场战局 轰 叶凡 只身进入北域一处重地 他属于人世间 被他以金色权力粉碎阵门 闯了进去 什么人 有冷烈的声音赤道 而另一个方位 则有一道可怕的杀气袭来 这里是除去古老殿堂外 最重要的一个小世界 有一位大成王者坐镇 而今无声地出手了 杀你们的人 叶凡光明正大的走了进来 一边回应 一边向那暗中的大成王者轰去 噗 当场血光四射 他一拳就轰杀了这位 惊世骇俗的杀手王者 结束了他血淋淋的一生 啊 其他人也惨叫 怎能挡住叶凡的脚步 只身一人如入无人之境 杀得这里血流成河 碎骨似箭 这是一个流血的夜晚 连天上的星辰与明月 都不忍目睹了 乱起十方 地狱与人世间 被血浸染 遭受蒸发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章 血液 沾染着血液的碎骨块在飞溅 内脏化泥 这是一个修罗场 血腥气息扑鼻 让人打颤 哀嚎声成片 血染的画面中 一具又一具身体 倒在尸堆中 屠杀在进行 没有人能阻挡 叶凡的脚步 最后一集 他以金色的拳头 撕开了这个腐朽的 次元小戒 让所有的骸骨与血雾化灰 这是他涂掉的 第四个次元小戒 没有同情 没有慈悲 他像是一个 自死亡国度走来的恶灵 不断地出手 沾满的鲜血 昔日 两大神朝横行天下 杀手令一出 四海皆寒 荼毒东荒 让人闻风丧难 而金自身 也到了生死为王的时刻 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的根基在崩毁 被人横扫 叶凡的心 寒冷汗阴 没有一点同情 看着这一条条的生命 在他的金色全纸间消逝 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为故人复仇 拔出毒瘤 他没有一点复酒之心 身体化身一道金光 横空而去 赶往下一处 这是一个流血的夜晚 人世间与地狱 最重要的几个地方 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老刀把子 手中一口磨刀霍霍 黑色的刀芒 横碎三千丈 杀气卷乾坤 引动心灰灌体 活活劈掉了一个小戒 令这里生灵涂炭 他是天庭后裔 心中有大仇 忍辱负重多年 而今面对这群仇敌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杀戮而过 红尘万丈 人世间 号称 可丈量红尘九千丈 最辉煌时 俯堪天下 均临九天 他们有九个小玄界 而今 却逐一的崩毁 地狱最强大时 堪比一群堕落的神领 持滴血的神剑 斩世间圣人 恐怖而血腥 共有十八层 也计十八个小世界 时间长河流淌 而今 他们远不在巅峰状态了 万古来 小玄界毁掉了一批 但还是留下了一些 最牢固的根基 而这一刻 根基崩塌 十方皆沙 东方各地 都有人在斩两大神朝的明白 东方爷老刀霸子 立天 燕一夕 腰月空 这五大高手 自身实力 达到了斩道 第八层天 而今 驾驭古圣战争工具 所向披靡 一人杀破一方 尤其是立天 手持神与炉 这种古之大圣的法器 独自一人 已经斩掉两个小玄界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虚妄的 古之大地的神炉一击 离火滔天 太阳之惊四溢 焚毁世间万物 鲜血都被蒸干了 骨头都成为了焦土 天庭众人 各杀一方 一起向忠玉会师 因为两大神朝 最古老的殿堂 都在那个方位 将成为最后的决战地 三艘母船隆隆 李黑水 小雀 吴中天 叶童等 也是流着泪 为亲人复仇 大开杀戒 一道道神光喷涂 一片片大道符文笼罩 那嘶吼声 那求饶声 还有那死亡的尸骨 交织在一起 奏响了真魂曲 不眠夜 血骨夜 惊世夜 注定被载入史册中 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杀截在进行 流血在继续 两大远古神朝的杀手们怒吼 不断对抗 杀到长剑断 身体崩 也改变不了结局 就如过去 他们毁掉他人根基一般 今夜临到了他们的人头上 这是一个轮回 杀 喊杀震天 没有杀手可以逃走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天庭众人的决议 就是要灭两神朝的全部高层 烽火连天 血染大地 从南狱到北狱 再汇聚到中狱 整片东荒都被席卷了 贤族明目吧 即日将大破地狱与人士劲 赢回你们的头骨 让你们哀惜 征战者不止天庭众人 鸡家 瑶池圣地 天妖宫 瑶光圣地 江家 道一圣地等 都在最后时刻 接到了通知 前来参战 这些人不得不来 他们的先辈枯骨 陈列在杀手世界的 最古殿堂中 消息传来 等若逼他们表态与行动 沙 第四十九代祖师 请您等待 我等将迎请您归来 葬于家族墓地 沙呀 为先祖复仇 斩尽这群柜子手 洗刷耻辱 迎回祖师骸骨 沙生震天 红尘九千丈 地狱十八层 在瓦解 在崩溃 怎能抵挡这样的大军 这片大地都颤立了 千军万马在奔腾 踏过长空 如十万天兵天将冲杀 降于世间 不管是出于真心 还是迫于面子上的无奈 东方诸圣地 都遣派来了人马 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战力 有的人拎来了盛气 在今夜大厦 叶凡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一个人行走在 冰冷与村草不生的北域大地上 只身毁掉了第五个小世界 明月高刮 一片气冷 她站在一座悬崖上眺望 人世间与地狱 在北域的根基 被她彻底抹除了 嗡 虚空一颤 她在月光中迈入玉门 向忠于会师 将开始最后的蒸发 这是一处宁静之地 在深夜中远处 偶尔传来野狗的叫声 还有夜宵的提名 让这里显得更为幽冷 乱赃岗没有人会理会 而今还有几句死尸呢 被无情地扔在野地间 几只野狗啃尸 谁也不会想到 这就是地狱神朝的古殿堂入口 最牢不可撼动阻击 就在此地 又脏又乱 临近一个落后的小城 非常的不起眼 死人动物的腐尸等 被抛在这里 谁能够想到地狱会容忍 从来都无事处在肮脏的乱葬地间 多少万年来 这个神灵小界从未被人发现过 秩序稳定 世人不知 大黑狗早已在这个地方 赚了数十早了 杀圣鸡子圣皇子 尽力不动 而黑暗中 也许还有圣人在压阵 他们要一届一届的毁灭 先来到了地狱的不朽魔土 而鸡家的一位圣人 还有卫义 已经去人世间的神灵小界守候了 替他们防范与封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七天阵纹 避免走漏气息 打草惊蛇 所有人都很谨慎 将开始最后的进攻 告诉各大圣地的人 都来此吧 玉门打开 消息传了出去 不久后一队又一队的人马冲来 黑压压一大片 有人带来了圣气 遥光圣地 将家 瑶池圣地 鸡家等 战车隆隆 大齐烈烈 都有自己掩藏契机的方法 不过眼下 却不需要隐秘了 最后的决战到来 大黑狗第一个冲了进去 扑解法阵 而后是齐罗 叶凡机子 圣皇子 龙马 再后是各地大军 大战突兀的爆发 穿过幻镇入口 里面是片开阔地 草木丰盛 石崖并起 紫雾鸟鸟 山势齐尾 嫡喜 刺耳的尖叫响起 竟有一位大成王者 守护在山门外 第一时间发出警报 但这是徒劳的 叶凡一马当先 直冲而过 如一头真龙航空 全猛士尘 一百腿的刹那 灯塌虚空 快到了极致 他在演化形字诀 视前方法阵如五物 黄金血气如海 滚滚沸腾 他一脚就踏碎了 大成王者的防御 毁掉光幕 此人修为高深 原本隐匿在虚空中 可是在叶凡面前 却无所遁形 惊恐的持王者盗兵 击来 在叶凡这一脚下 大成王者虽然神武 法力高深 贵为沙王 但却依然防不住 盗兵破碎 血光冲起 叶凡相当的暴力 一只脚自其胸膛踏春而过 膝盖弯曲的刹那 又撞碎了他的额骨 杀了他的元神 这快过电火石花 叶凡几乎是一冲而过 根本就没有停留 一位大成王者暴碎 血花刺剑就此毙命 砰 叶凡落下的刹那 一拳震碎了前方的紫山 这才是攻击的目标 让山门处的所有法阵 全部失效 击毁了镇旗总门 杀杀呀 灭掉地狱 人回先辈神国 血尽耻辱 怒吼响起 后方几大圣地的人 不管是真心还是走过程 到了这里后 都被这种血气激起了心绪 喊杀震天 所有人都一起向前冲去 各种战车隆隆作响 满兽踏碎长空 一道道神剑射出 飞向那些禁止 轰一片片神光飞起 一道道道寒浮现 发生了毁灭性的爆炸 能量滔天 绚烂刺目 这是一处神灵小街 相传是太古的神明 所遗留下来的 被地狱的人寻获 作为了阻击重地 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小街坚固不朽 难以毁掉 对于各大势力来说 是一块神地 这是宝地 我天庭若是在此废墟上立教 将可繁衍万代 此界难破 沙圣齐罗说道 何人敢闯地狱 神灵将因此而愤怒 所有人都将一血赎罪 全部云落 巨大的嘶吼响起 宛瑞一个太古神奇在跑向 震得许多人气血翻腾 更有不少人直接的炸开 刹那死于非命 这是一股滔天的圣威 就在前方一片开阔地 一座石兽在咆哮 强大的圣威 是他散发出来的 睁开了血眸 这是护山石兽 为一尊雕像 摆在地狱门前 壮若石龙 然而他却复苏了 像是一种古老的生命体 从远古还魂 这是圣级傀儡 想不到地狱还有这种东西留下 实在太珍贵了 可惜烙印上了他们的意志与魂迹 不能为我们所用 齐罗摇头 那就杀 破个干净 叶凡姬子圣皇子一起出手 踏天而行 横空而过 各自取出圣气 一起占这头石龙 众人憨然 他们的实力早已进阶了 虽然魏杜姐 没有向天地印证 但是身体与元神 却完成了蜕变 可占圣人 呛 虚空裂天道 咚 圣皇化战先 轰 身体逆轰天 三大弟子级人物一起出手 而今各自可占圣人了 威力自然强决到了极致 震耳欲聋 在可怕的光幕中 石龙怒吼咆哮 挣扎 最后哀嚎归裂 圣机身体 炸开了 第1198章 地狱 石龙头颅滚落 钢筋有力的躯体 也是碎裂 炸向四方 圣机力量扩散 如剑斩天 百山崩碎 千秋成灰 杀圣奇裸 以手指切向虚空 出现一道黑色的大裂缝 将所有毁灭性的力量 都导入了进去 不然在场的人 都将受到冲击 各大圣地的人 都倒吸冷气 三大弟子级人物 竟当场毁掉了一个圣人级的傀儡 这意味了什么 他们可占真正的圣人了 大 童中长鸣 悠悠传荡数百里 整片神灵小界 杀气营野 剑气纵横 成千上万道飞骑 朝这个方向批来 啪 子府圣地 一艘战车 当场化成了鸡粉 里面的几位大高手 瞬息化成血雾 嗤 剑气千关 风云起 五颜六色的采盲 横空而过 隔着很远 就让人机体生疼 寒毛 被刮落 十几万年来 从没有外人闯入过 这是一片沙界 属于地狱昔日古圣的棋居地 尽管辉煌不在 但也是惊世的 充满了沙基 无论谁来攻打 不付出血的代价 也是寸步难行 咻 一道粗大的剑气 宛若一道黑色山峰 横扫了过来 当场将摇池的十几人 披成了血沫 引发一阵惊呼 其余人快速倒退 轰 遥光圣地遭遇重击 一道巨剑从天而降 将十几位名秀剁成肉泥 这是一场杀戒 一道道通天剑气飞起 粗大如山 几乎接近圣级了 不知是古镇发出的 还是人为斩来的 齐罗一声长笑 音波如海浪 席卷秦芳 将所有剑气都阻住了 他再次压阵 谨慎地盯着玄界深处防备最可怖的敌人 大黑狗恼怒 快速摆出一排阵台 这是残缺的无始杀阵 顿时锐气喷波 杀鸡崩万里 轰 前方烟尘冲天 一片山地被扫平 但是剑气不绝 依然在攻法 杀 圣皇子一声长笑 一纵就是树里 冲进了剑光中 轮动一杆黑色的大棍 指东打西 指南打北 横扫八方 大山若指湖的一般 难以惊受一击 不是化成灰烬 就是如稻草一般飞起 成片的稻纹 被他强行毁掉了 鸡子迈步 穿梭虚无间 抬手将数十条山岭先飞 直向地狱深处 瓦解了这里的攻势 叶凡浑身 若神里般笼罩采光 一步一幻灭 撑起一道黄金门 无尽的兵器飞出 横扫前方 蒸蒸渐明洞天 撕裂天地 悠悠终生惊天 连一散出时 摧枯拉朽 破灭万物 宝塔臣服 毁掉道寒 磨灭杀鸡 圣皇子 姬子叶凡三人齐动 配合黑黄的沙阵 生生打出一条路 鲜血飞剑 杀手神朝的人 死伤过百 而成片的可怕禁止 也被破开 闯地狱者 有来无回 将在此沉沦 永世不能超胜 阴森森的话语在传达 小话 地狱都已暴露了 而今算得了什么 破灭在即 还敢威胁我党 江家的一位太上长老冷笑 昔日 诸圣地记得你们 是因为不知道你们的巢穴 防不胜防 如今离停扫穴 一个也走不了 大眼圣地的一位活化石喝道 神灵请征谋 吞噬所有人的血液 而今祭品已经准备好 尽情地享用吧 音参参的声音再次发出 这种音调很古怪 非常的冷 让人的确感受到了一种惊悚的气息 肌肤生出了小疙瘩 装神弄鬼 在可斩破乾坤的道法面前 一切都为虚 地狱今日 覆灭在即 黑黄咆哮 张口一吐 三百六十五杆大旗飞出 遮天蔽日 烟雾滚滚 杀鸡无尽 横扫了过去 巨大的声响 激烈的对抗 各种沙光飞出 前方成为了一片胶着地 连混沌器都被轰出来了 不得不说 地狱的防御极其惊人 光是外围区域 就已经涉及到了 古圣法阵 恐怖无边 不时有破天杀起飞来 诸圣地的人 发出惊呼 转瞬间 有数十人 被截断躯体 倒在血泊中 每一个人都脸色铁青 即便到了最后关头 千古未陷的巢穴 被世人发现了 地狱的人 还在负与顽抗 若是这样下去 想攻下这片神灵小界 即便成功 最后也可能会伤亡惨重 又攻破了一重禁止 众人踏着破碎的山地前行 这片神灵小界 无比的坚固 到处都是震纹 密密麻麻 杀鸡无穷 动用宇宙母船 毁掉此地 叶凡说道 天之村 有三艘母船 因为此地空间有限 且太过危险 仅让李海水 驾驭一艘跟了进来 轰 成片的光飞出 将前方淹没 要全面摧毁此地 赤胜的符文 明刻虚空间 这是母船的大道武器 发挥出强决的力量 如利剑斩草 一扫就是一片 各种禁止 快速瓦解 叶凡他们接连攻克八层险地 到了第九层攻克不动了 可以清晰地见到 有杀手神朝的人的影子 却奈何不了 在那山地间 黑雾鸟鸟 阴云密布 宛若地狱的大门敞开 死亡的气息 铺亭盖地 圣人王布下的无缺骨阵 黑黄吓了一跳 瞪起了统领大眼 开河间金光四射 众人遇到了大麻烦 这片上古法阵 历经数以十万年 也不过损缺了一小部分 难以攻破 给我神女路 杀圣开口 立天递了过去 叶凯姬子圣皇子上前 与齐罗一起 催动古之大圣的顶级法器 轰向前方 攻向那里 黑黄指点 眉心裂开一刀缝隙 那只树眼能看透法阵 寻出弱点与缺憾 轰 古之大圣的威势散发 火精滔天 霸气到了极致 神女路经营剔透 大如山岳般向前压去 咔嚓 可怕的响声发出 圣人王的法阵 被他们强行 劈出一道巨大的缝隙 内里的道寒被磨灭 神女路火焰滔天 宛若要炼化整片世界 击穿了此地 开辟出了生路 毫无疑问 祭出古之大圣的法器 消耗是巨大的 若是旁人发出这样 威猛的攻势 多半被吸干了 叶凡他们在土纳间 脸色慢慢恢复正常 并无大碍 继续向前攻去 啊 惨叫声长篇 诸圣地的人杀了进去 对地狱神朝的人 无情出手 在这片地方 法阵道文锐剑 威力不强了 众人可以穿行 追击那些杀手 咦 不对 叶凡浑身寒冒倒数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他们来到了地狱最深处 并没有见到那传说中的白骨殿堂 我们攻了进来 地狱的杀生呢 怎么修为最高的 只是最初见到的那个大成王者 还有一个傀儡石龙 地狱的那些巨头在哪里 速退 不好 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众人奇变色 前方有一片阔地 像是一片古建筑物 被人连根拔走了 空留下痕迹 显然 那应该是最古老的殿堂 而今不在 整片神灵小界 像是被放弃了 地狱的巨头 一个都没有出现 走 龙马 第一个寄出镇台 撑开玉门 就想顿走 没有了圣人王法阵的全面阻挡 离开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 他马上扼然了 玉门刚撑开 又无声的湮灭了 无法走脱 其他人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发生了什么 诸圣地虽然来的人不是很多 但合在一起 也能有五六百 一阵大乱 想不到 我地狱也有这样的一天 连神灵祖地都被攻破了 果然没有永远的神朝 没有不朽的传承 都有走向终点的一天 兴衰更迭 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一道枯瘦的身影出现 一阵叹息 他如鬼魅一般 刚才竟避过了所有人的神势 是地狱的神朝的杀圣 有人大叫 齐罗眸光一闪 手中的化血刀暴涨 抵破了天 随时会劈出去 可是认真看后又止住了 鬼魅般的杀圣自己道 说到底 还是我地狱没落了 若是荒谷前辉煌之时 即便没有了抵月 来上十位古圣 也不见得能攻下 只是一道影子而已 叶凡道 他可一拳粉碎杀圣留下的这道虚影 嘿嘿嘿嘿嘿 各位还是上路吧 我没有想到你们真能寻到此地 弯故来第一次啊 小心些 总是能活得长久 你们都去死 地狱的杀圣 谋光汉人 周围的天地顿时变了 在向前挤压而来 刀火熊熊 化为一个牢笼 要将所有人都炼成灰烬 啊 惨叫 顿时成片的响起 诸圣地的人 刹那死伤一大片 不能抵抗 化为了截灰 上古大圣正文 黑黄精道 众人文言 全都脸色雪白 神灵小界 在被挤压 竟烙印上了 大圣级的道文 整片玄界 都是一个巨大的杀阵 可惜了 要是近来七八位圣人 该多好 这样的话也值得 不过有三位弟子 也足疑了 劈薄骨头的地狱杀圣 阴森地说道 你可真舍得 这样运转上古大圣的法阵 这罕见的神灵小世界 都会瓦解 大眼圣帝一位活化石说道 神色焦急 没有办法逃走 神灵小界 诞生了一枚世界石 被我们挖走了 那是精华 日后可重开玄界 好了 你们都上路吧 地狱的杀圣 须影鹤韬 他融入到了法阵中 恐怖杀机爆发 轰 诸圣地的人惊恐 有人带来了圣气 虽非传世圣兵 但也未能今天 奋力轰击 可是打不开此劲 啊 成片的惨叫声发出 生命绽放 数百人转瞬就死伤了过半 鲜血淋淋 在上古大圣法阵面前 修饰弱小四蚁虫 跟割麦子似的成牌的倒下 哄 焰一息轻笑 催动神女炉 打开炉盖 将力天龙马 黑黄 还有母船等能够收的人与气 全部吞了进去 以此反护 这是一场杀劫 神女炉可挡住 大圣古镇的冲击 然而 众人坠入内部 却也没有摆脱危局 能量沸腾 大圣气在震动 神炉虽然无损 可是人们却受不了 许多人在炉内化成血泥 叶凡神色很冷 将绿顶取了出来 拎在手中 挡在众人的身前 以此护体 当大圣级的波动涌来时 绿顶终是发出了迷蒙的鲜光 将滔天的能量打住 轰 神灵小界承受不住 大圣法阵的运转之力 终于瓦解 神光包裹着幸存者冲了出来 黑黄挣脱出神光 浑身是血 坠落在地 咆哮道 本皇精心准备的盖世杀神 还没动用呢 就被人差点先杀死 叶凡神色很冷 道 就知道远古神朝难灭 即便不负盛况 也很危险 不过 他们在即难逃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章 人世间 神灵小界在瓦解 蕴含古之大圣的法治烙印 扩散出的波动 神气仙京 魔窟鬼嚎 恐怖震失 几人身上都带着血 若是没有绿顶 可能早已四分五裂 就此陨落 神女卢勿扬 因为他是大圣法器 可众人没有达到这个级数 在其内部也受不了这种大圣级的冲撞 都死了 龙马身上血迹斑驳 他再回头时 发现诸圣第五六百人全灭 没有一个活下来 叶凡虽取出了绿顶 但绿光笼罩范围有限 并不是大面积的对抗 只是一种本能的自护 除却姬子圣皇子 黑黄齐罗等人外 连那艘圣级宇宙母船 都已经半毁 离黑水 咳血倒在地上 这一亿残破的圣气 共毁了七八戒 不可阻抗那种天威 山谷大圣的法阵一出 可斩月披星 多名圣人联手 也只能忍憨 众人默然 地狱真的够狠 不惜毁掉古来难得一见的神灵小界 这是在针对天玄十房的 魏义骑士府的老福祖等 多位圣人供来袭 而预设的陷阱 啊 诸圣帝个别人 还有微弱的绅士 不过马上就要烟消云散了 血骨早已化成烂泥 以残念哭号 我当行神俱灭 惊恐的哀叫 却改变不了什么 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 整片小街毁掉 大圣法阵崩开 最后的声息被余波震散 哼 杀圣祭出神与炉 通体灿烂 光波淋漓 将那最后的杀阵痕迹抹去 此地恢复了宁静 诸圣帝大军全灭 地狱狠辣而果断 舍弃了万古来不变的巢穴 第一次被人攻上门 就直接引爆了此地 唯庆幸的是 只有叶凡他们几位 关键性的人进来 并未带领天之村的后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杀镜 地狱与人世间毕灭 敢抗本黄 老巢都被发现了 看你们能逃到何方 黑黄呲牙咧嘴 擦尽了身上的血迹 取人世间 叶凡说道 一行人撕开虚空 迈入狱门 赶向另一处杀手阻地 后半夜月光柔和 垂滑落惊 大地上笼罩一层白色的薄烟 素淡宁静 山村宁静 背靠一片矮山 乌射俨然 桑林成片 竹林幽翠 村前农田肥沃 尖墨交通 这是一个小山村 鸡犬藕文 鱼塘中有蛙在鸣 虽有虫荫 却显得有些幽灵 这么多万年来 没有人知晓 人世间就隐在这片 如世外桃源的乡野之地 入口就是村外一口枯井 此时 大军黑压压一片 如钢铁丛林 一动不动 早已将此地封锁 几位圣人隐在暗中 默不作声 堵在此地 叶凡圣皇子等 去地狱时 早有另一批圣地的人 到了此地 包括姬家的那位 被封至今的老圣人 让人惊讶的是 江家而今的圣主江亦妃 亲自到了 坐下一头黄金吼 踏跃而行 她飘逸如牙 超凡脱俗 另一边 摇驰圣女 白衣飘舞 如灵不仙子 在月光下 清丽出尘 若广寒宫的主人领事 天之村的人 将主动集中在地狱 而诸圣地的人 将主力集中在此 而今会尸 此外 大眼圣地的圣主亲临 终究是来了一些 重量级人物 而子府圣女也出关 身为先天道胎 而今 她不食人间烟火 先姿无垢 子气阴云 整个人与道相合 举手台族间 天人合一 高深莫测 这么多年 从未出手 不知达到了 何等境地 攻打地狱的人 都死了 诸圣地 聚在此地 首脑听闻后 全都皱起了眉头 那些虽非精锐 伤不了根基 但也是个 不小的挫折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地方 也多半是个杀局 一位老圣主说道 人世间与地狱 威名动千古 天下积聚 巢穴不灭 传承不断 即便衰落下去 也有归来的一日 而今 他们不负盛况 总的来说 处在虚弱时期 但是 也不是一般的大势力 可撼动的 每个人都皱起了眉头 今夜若无功 那么将来 在很长时间内 众人都要面对 可怕的袭杀了 那将是一场噩梦 两尊杀圣 即便防御再严密 那也将是一场大祸 不除掉的话 许多人都要人头落地 甚至被毁到统 踏进人世间的玄界 里面山川灵袖 霞光在山峰间蒸腾 宛若一派仙境 有各宗灵秦瑞兽出没 不像是杀手的国度 宇宙母船横空 强行摧毁入口 让通道扩大了无数倍 杀机爆发 有神潮的杀手反击 人们没有冒进 站在外围 催动法力横扫前方 让前方的杀手鲜血绷建 光雾蒸腾 尸骨一片片 可以确定 此地巨头早已撤走 众人仔细观测后 得出这样的结论 与在地狱时的防御一般 想激烈的对抗 引众人入瓮 全部灭杀 怎么办 所有人都大忌 若是不覆灭两大圣地 日后将会面对的是一场噩梦 无论是封神如玉的江亦菲 还是清力绝俗的摇驰圣女等 全都醋美 这让每一个人都不安 让我来试试看 以沟洞先天契机 看一看能否感知一些特别的情况 子夫圣女说道 盘坐在一旁 以自己的天赋神术 融在了这片大道中 沟洞整片神灵小界 先天道台无比神秘 与西皇是同一种体质 世间传言 无始大帝的母亲 也是此种体质 恐怖无边 他们天生亲近大道 能够窥尽一片天地的秘密 众人息迹 停止了攻击 将他护在中央静静地等待 子府圣女明眸善赖 闭上了眼睛 长长的睫毛颤动 机体通透如白玉 泛出晶莹的光泽 一缕缕道光射出 交融在了这片玄界中 天地交态 他成为了光辉中的唯一 朦胧而盛洁 万古沧桑大道 都来与他相容相合 神秘无比 此时道法自然 他成为了大道的化身 演化这里的一切秘 想再向昔日的景 叶凡健壮 也盘坐了下来 他运转星空 另一岸得到的 废陀经中 记载的古法 逆转时光 追溯本源 也要再现过去的景 神圣道不扩散 圣体与倒胎 竟然生出了感应 相互的促进 让这天地大道 瞬间全面交融下来 将二人淹没 众人大吃一惊 都露出了意思 黑黄刚才还在愤懑 此时却无比激动 低声地嘶吼着 先天圣体倒胎 再现无始大帝一样的人吧 哄 最后一阵 叶凡与机体明镜如玉般的 子府圣女 全都睁开了眼睛 露出惊荣 大道无痕 早已被斩 此地没有留下什么 无法探知 人世间的杀圣 做得很干净 将所有过往都给斩断了 怎么办 一些圣地无比后悔 此一过后 必有一场大劫 如何面对两位杀圣的怒火 即便是出动底蕴 对上杀圣 也凶多吉少 这是专为杀而生的恶魔 这可如何是好 日后少不了一场血战 不知要死多少人 不能覆灭两大神潮 未来将面对他们无休止的报复了 该死 为何会这样 人们幽聚 钻紧了拳头 走来走去 没有任何办法 毁之万一 叶凡站起身来 看向齐罗 道 我进去 将他完好的带出来 杀圣齐罗点头道 小夕 虽然没有杀圣作真了 但还是要注意 若是触及大圣级法阵 此地什么都剩不下 你们在说什么 难道还有办法不成 众人惊异 意其忘来 不错 远古神潮毕灭 叶凡点头 他迈步走向远方 集结的圣人 魏义齐罗齐师府的老福主 北域第一大寇等齐出 走了过来 叶凡取出一口残破的绿顶 自己迈步而入 盘坐当中 请几位圣人出手 祭此顶将他打进神灵小街深处 远处众人震惊 诸圣地的人都望向那口铜锈斑驳 看起来如沸铜烂铁一般的骨顶 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这是当年 羽化神潮祖地最大的营家 是他 当年连古族猪王 以及猪皇的道统都被惊动了 天下震撼 去中州龙脉争取仙顶 结果不了了之 今日竟在叶凡手中出现 许多人眼睛火热 一个个心中大动 但是却不敢有什么表示 而今有几人能杀得了身体 想夺过来的话很难 此顶竟需要这么多人合力催动 惊得人们说不出话来 咻 一道淡淡的绿光闪过 铜顶载着叶凡横穿了进去 快过闪电 隐约间竟感到时间的力量在倒转 整片空间都像是在重塑 太过可怕与怪异了 山谷圣人法阵在阻拦 但是却被此顶传透 功课尽致 生生击出一条通道 画出一个恐怖的孔洞 传了进去 所有人都震撼 很久后才有人询问 究竟如何寻出两大神潮 沙圣齐罗沉默 脸上出现伤感 缓缓走向远处 背影萧索 像是一下子苍老了一千岁 老刀把子跟了上去 扶住自己的祖父 天之村一位老人轻叹 讲出了隐情 沙圣齐罗有七个孩子 早在也不知道多少年前 就分别送进了地狱 与人世间地狱的小据点 只是为了寻到两大神潮的重地 而后摸索进最终的古老殿堂 期间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知 这么漫长的岁月来 天之村的人 曾见到过齐罗 大哭过五六次 每一次都悲痛欲绝 最终的结果是 齐罗抱养了一个孙子 老刀爸子办在审判 别人都以为是他的亲孙 不用说也知道 他的亲子等都死去了 妻子若活到现在 本应子嗣成群 围绕在沙圣审判 可最后他却只是孤零零 我最后一位书伯 引人两千多年 在两年前成功进入了人世间的最古殿堂 可未过多久也死了 老刀爸子说道 人世间与地狱的祖地之所以能发现 就是此人之功 天庭覆灭 只有小虾蜜两三只活下来 直到齐罗这一带才有起色 恢复了一些元气 积若已久 前人费尽心力 也只找到一两个小据点 齐罗认通 让所有亲子想办法投入进去 这么漫长的岁月 才最终打入最高的古殿堂 我的最后一个孩子成功了 未曾暴露 却因被派去开掘一个地方 同去的人都被灭口了 齐罗默然地说道 眼底深处是无尽的碑 父子血脉相通 他们有一种秘法 临死前有短暂的心灵感应 两年前那最后的幼子混沌时 气血传给他一组奇异的坐标 但魂力太弱 来不及倾诉完 最终告诉他刻印在人世间那一地 可以寻货 人世间与地狱合在一起 作出了一处天狱 开掘好后将参与者都灭口了 这是齐罗的判断 轰 突然人世间的神灵小界发生了大崩溃 鼓之大声的法阵复苏 全民震动 绞杀万物 毁灭世间一切 所有人都倒退 叶凡家与绿顶冲了出来 怎么样 所有人都冲了上去 围住了他紧张的询问 成功了 寻到了一处天狱的坐标 叶凡打道 沙圣齐罗 闻听此言 再也忍不住 浑浊的老泪滚落而下 身躯一阵的颤抖 有解脱 也有无尽的悲 他喃喃着 只有两个字 孩子 孩子 清冷的风吹来 天地间 雾碍了动 人们全都在欢呼 这意味着两大神潮 可能会被彻底灭掉了 人们都推测出了大概 杀手神潮的人 肯定是躲进了那处天狱 放弃了古来的巢穴 将要就此应付下来 此时 唯有其裸落寞 久久不能说出一句话来 身躯 在微微颤抖着 仰望天际 任老泪 躺落 老刀把子上前 扶住了他 什么也说不出口 唯有相伴在旁 前辈 我们去覆灭 这两大神潮 叶凡说道 此时 说不出什么 唯有彻底解决敌人 才是对他 最大的慰藉 冲 杀了他们 一个都不留 杀呀 去那处天狱 彻底扫平 让两大远古神潮成为历史 在今夜 烟消云散 人们怒吼 镇台已经寄出 玉门已经打开 所有人都上路 冲向那处天狱 这是一片古地 竟然是在狱外 有混沌气缭绕 脱离了古星的地面 能够被发现 实在是太难了 第1200章 天狱 雾癌缓缓流动 死寂是永恒的主题 没有一点声音 这就是狱外 一片离开大地 高高在上的天狱 事实上是 那些萌萌雾癌 也不是雾气 而是真正的混沌 这里极其的荒芜 保留着最原始的契机 对于修士来说 混沌是宝贵的元气 若是能炼化 能画法宝 利器 可演天道之秘 然而 能利用的人不多 到了圣人境 才可汲取与炼体 在狱外覆盖下方 一个巨大的星辰 无比的壮魁与美丽 而他却也是 只是诸天星辰中的一粒 可谓是沧海一粟 尹福在此 彻底远离古兴 若非发现那一组坐标 谁能够寻到 远古神朝早已留好了退路 预感到了处境不妙 放弃了昔日的祖地 倒也果决 这已是遇外 离生命古兴有段距离了 若非黑黄的阵台 足够强大于神秘 一般人怎能横渡到此 成仙路将要开启 不久前 两位恐怖的杀祖 强势地闯进了伟仙门 事后让两大神朝 预感到了危机 做好了全面撤退的准备 终是被寻到了 绝不能放走一个人 老刀爸的咆哮 站在齐罗身边 他要为七位叔伯报仇 沙圣早已恢复冷静 神色漠然 无喜无忧 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毁掉地狱与人世间 让七位亲子的血魂 能够安息 天狱 这是一片混沌枯地 是一个天生的狭小时空 自成一个小天狱 被开掘出来后 能够化为乐土 狠人的大墓 还有不久前的出现的伟仙门 那是被发现的真正的混沌神土 内部生机勃勃 蕴含有各种古药与神针 是一个小世界 而这处天狱 则是此种混沌神土干涸后化成的 丢失了九成的灵气 但也是难得的宝地 这是上古神明废弃的闭关地 尽管枯寂了 但也是一场福泽 竟能被两大神潮发现并开掘出来 实属造化 天狱入口 一片虚无 与黑暗的宇宙交融在一起 若非叶凡与黑黄骑上前瓦解封印 众人即便站在眼前也难以发觉 混沌气更浓了 流淌出来 里面一片幽灵 像是一个吞噬人的太古凶兽 张开了巨口 让人望而生畏 众人面面相去 诸圣帝无人愿迈第一步 要知道里面可是有两尊傻圣 若是出手 可能会让一个不朽的传承覆灭 齐罗神色平静 第一个走了进去 叶凡姬子圣皇子紧随在后 而后是身穿古圣姬甲的东方野立天的 怕什么 本皇早忍不住了 要收拾他们全部 黑黄叫嚣 凶九九气昂昂 也冲了进去 随后是龙马 诸圣帝见状齐动 都已经杀到了此地 这一战不可避免 即便两尊杀圣再恐怖也得灭掉 不然永无拧日 走进了一个黑暗的空间 前行百丈远 前方传来了雷鸣般的巨响 一道瀑布垂落 挡住一个鼓洞 这是混沌瀑布 众人吃惊 全都睁大了眼睛 此洞才是天狱的必经鼓洞 以此壮观景象揽露 若是一般的人 必会被阻在外面 根本穿行不过去 此混沌瀑布落下 连斩道者都会被压碎 承受不住 起 叶凡一声轻贺 祭出万物母气顶 化作朴实的大道载体 在混沌瀑布中沉浮 将其解断 众人见状 有惊有陷 无不嫉妒 这等诞生于天地之初的 法宝馅料 举世难寻 万古难得一见 却落于他的手中 诸圣地 掩热 却不可得 一行人 鱼冠而入 全都走了进去 穿过鼓洞 终于进入了前方的乐土内 顿时感应到了一股 沧桑与壮阔 更有无尽的灵气 扑面而来 即便混沌神土干涸 所欲灵气 不足原本的一成 高于外部大世界 是一处修行的宝地 巍峨的灵山 葱绿的神谷 玉带般的溪水 丁东的神泉眼 还有石缝中的古药 让人心中一颤 若是在此隐居 再理想不过 如果两大神朝 折服几千年 再现于后世 必然实力大尽 威胁天下各地 开阔的古地中 几具巨大的骨骼 流动着淡金色的光泽 都是太古的一种 死去也不知多少岁月了 保留至今 许多人咽口水 这是混沌神土内原本的生灵 绝对都达到圣级了 血脉枯竭老死于此 竟然没有花刀 这是最理想的炼器材料 让人眼红 诸位先别管这些 先除掉两大巨头要紧 老刀把子说道 穿过这片区域 真正的山门 挡在了前方 无形的杀气在弥漫 到了此地 才接近最可怕的重地 谁都不要妄动 不然可能会有杀劫 黑黄提醒 然而 他话语刚落 一道巨大的剑气扫过 数十人被拦腰斩断 凄厉大叫 这些半截的躯体 带着大片的血在翻滚 怎么回事 遥光圣地的一位素老的脸 当时就绿了 古药 一位弟子惨忽道 只因去采摘石崖上的一株 三万年药灵的宝药 触发了禁止 让一群人遭遇恶难 到了这里 可谓步步杀鸡 杀吧 两大神朝肯定早已发现我们进来 宇宙母船升空 发出了一道赤圣的光 大道符文烙印在前方 将山门移为了平地 哄 可怕的气机爆发 一片巍峨磅礴的黑影浮现 发出了古圣都心惊肉跳的气息 向前披来 这是一群大剑 确切的说是剑一般的山峰 每一座山峰都插入云霄 数百上千座并在一起 宏伟而壮阔 每一座都宛如一柄利剑 直上直下 剑气千万道 山峰射出神光 一道道的扫来 这是沙节 是一片圣人级的沙阵 宇宙母船都被扫飞了出去 若非开启了能量护照 可能已经解体 攻击力极其惊人 咻咻咻咻咻咻 剑气如莽横扫而过 几乎是一瞬间 诸圣地中有数百人被削掉了头颅 被割裂了躯体 被斩成了肉酱 血花一朵朵 这是圣人级的攻击 众人自然挡不住 轰 圣威唐旗 诸圣地带来了传世圣兵 第一时间祭出 总算挡住了攻击 护住了其他人 师叔 你怎么了 快醒一醒 一个少年 摇动一个年老的躯体 师妹 不要睡 快睁开眼镜 一个青年男子 抱着一个女修士 各种嘈杂声与悲音响起 两大杀手神潮很可怖 根本就没有派出圣集下的弟子门徒 上来就是绝杀 破 杀圣其罗 一声大吼 催动大圣法器神女炉 牟子中一片空洞 发出了天庭的杀圣大树 轰 数百上千座剑山 一座座的炸开 古圣集波动剧烈 宛若星空解体了 扩散而出 圣集剑山破灭 化成乱流 扫平了这片区域 成为一片不毛之地 苗小的蚪蚁也赶在巨龙身上啃尸 寻到了天月 你们一个也别养活 可怖的声音发出 整片空间都在颤抖 齐罗带队向前冲去 无惧这种威胁 手中的化血刀芒 长达数万丈 横扫过无数的禁制 让禁区化为了通途 一道赤圣的沙光飞起 叶凡 姬子 圣皇子 共同对抗 将这种 可展圣人的恐怖波动 震散在了虚空中 前方是一片玉台 每一座都惊灿透明 杀气无尽 悬浮在半空中 垂落下了 让人绝望的气息 三大弟子级人物 虽然震碎了沙光 但是那种契机 还是溢出了一大片 后方传出震震惨叫声 诸圣帝 瞬间死了三百余人 全都是身体 暴碎而亡 承受不住 古圣王的气息与沙意 前方是一座圣人王级的沙阵 真当圣帝是遗虫了吗 给我破 姜义飞 骑坐在黄金吼上冲向前方 在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座神炉 九只神鸟盘旋 一轮太阳当空 恐怖无边 对抗住了圣人王沙阵 轰 他抬手一指 这座神炉飞起 向前冲去 落在沙阵中 当场炸开了 无边的光雾飞起 剧烈能量几乎将这片混沌神土震裂 将沙阵都给抹平了 成为赤土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一件禁器 比一般的圣器都要强大 魔防横于地炉而成的一件禁器 需要耗费许多天地齐震 无需催动法力 他自行运转 但却也只有一次使用机会而已 一位老人地霓 推测出了真相 江家的底蕴让人心惊 他们擅长纪练禁器 模仿自家的地炉 炼出如此可怕的兵器 可发出一缕地威 瞬息抹平圣人王杀阵 着实让人觉得惊悚 显然江义飞这一击 将两大神潮都给震住了 沉静了瞬息 没有一点声音 若是这等劲气 砸在杀圣的身上 多半也能给涂掉 不过这终究是器物 不是活人 杀圣可以避过 细想来还是难以威胁到 突然悠悠之音传来 地狱镇魂曲响起 这是杀圣的攻击 音波比剑气还可怕 无处不在 穿透虚空 斩杀众人 诸圣帝带来了盛气 竟然防不住 地狱镇魂曲 十方皆杀 在这刹那间 扑扑扑声 不绝于耳 四百余人死于非命 全部化成了血泥 惨不忍睹 大眼圣帝的老圣主 发狂 死的大多都是他们的精英 原本准备了一座圣人级杀阵 还未来得及不出 这些持阵旗的人都死了 给我杀 随着他的一声大吼 一个浑身晶莲剔透 宛若冰钻一般的石人冲击 没入前方 剧烈大吼 这是一个圣人级的傀儡 是大眼圣帝的底蕴之一 被带到了此地 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同一时间 叶凡长孝 金色血气 自天灵盖冲起 如一把利剑刺透天穷 他震出鞍子天音 化解地狱的杀曲 挡住了这场杀截 后方无人在陨落 都给我去死 黑黄咆哮 刚才他冲在前方破阵 面对杀曲手当其冲 耳膜差点被撕裂了 溢出一缕缕血迹 此时发怒 连续寄出阵台 横扫前方 在刺目的沙光中 黑黄的阵台摧枯拉朽 将地狱阵魂台湮灭 瓦解了这片魔地 众人疯狂 一起向上冲杀 打到了此地 人们觉得离远古神圣殿堂不远了 啊 杀呀 喊杀声震天 惨叫声也此起彼伏 杀到这一步 终于是与两大神朝的老杀手遭遇了 功课一处处难关后 杀手浮尸 被斩露在当场 鲜血流淌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带着森然与杀意 道 开启神明法阵 将所有人都给我烈化 开启你二爷 都给我扫灭 黑黄睁开了第三只树眼 寄出密密麻麻的阵台 第一千二百零一掌 杀圣 咻咻咻咻 刺耳的尖利声音破空而来 七千九百九十道银色神剑 穿透虚空 杀意滔天 光是那种契机 就让许多人直接崩碎了 就更不要说真正的剑威了 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剑 每一道银色的剑鱼 都在流动甚微 世间谁可承受 这是碾杀 砰 大眼圣地的冰钻石人 遭受射杀 每一杆银色的长剑 都像是一柄大锤 砸在了他的身上 震耳欲聋 距离无边 他先是被数十剑射得横飞而起 接着又被一些粗长的银剑 冻穿了身体 发出惨叫 这是一具圣人级的傀儡 但是却在京士法阵中 遭受了重创 在其身前道痕密布 秩序神恋交织 一条条一道道 万缕千丝 化成为符纹 但却根本挡不住 全被射穿 在刺目的光芒中 密密麻麻的剑雨落下 将此时人射成了刺尾 而后轰然爆炸 化为滔天能量波动 若是五谷镇守护 这片混沌神土将彻底毁掉 此地什么都剩不下 这种力道过于集中与浩瀚 啊 大眼圣地的教主怒吼 这是一场巨大的损失 他却改变不了结局 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圣剑齐发 足以将数位圣人毁掉 专为此等级数的存在准备的杀场 不然也不会称之为神明杀阵 也不知有多少圣地人马 化成了血光 成片的人陨落 最后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成群的行神剧灭 轰 黑黄怒吼着一百零八座主阵台 三百六十五道神门不断明亮起来 三千六百种大道光一起扫出 横揽圣剑 这是一场惨烈的对抗 这等杀阵威力无穷 都已经可杀圣人了 不是一座两座 而是长片的出现 将这里化为了生命绝地 没有圣旗守护的人群必死无疑 必须由以古圣级的力量防御 而且需要合在一起共同抵御 这长片的杀阵对决 剧烈的交锋 那种波动不是常人可以面对的 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化为了枯骨 尘味结辉 杀手神朝有多少法战 这是所有人在谄理中想知道的答案 因为全都是上古圣人遗留下来的 杀伤力太大了 黑黄怒吼 躲在神女路后方 一边狂吠一边计阵台 这些年来积攒的材料全打进去了 他的心都在低血 倾尽所有 筑成了诸多的绝世法阵 可此刻却在急速的消耗中损失巨大 该死的远古神朝 到底有多少杀到法宝 怎么耗之不尽 天狱身处两大神朝的祖宗级人物也蒙了 这可是历代先祖的积累 留下的杀圣阵台组合在一起 号称可射杀神领 然而 此时却一座接着一座的崩坏 他们的脸都抽搐了 心疼得要命比黑黄还难受 一片阵台就是一座古圣杀阵 这么长群长片组合在一起绝对是骇人听闻的 可是却在接连的磨灭 就是几位圣人进入法阵中 此时也被毁掉了 他们居然挡住了 杀杀杀杀杀 黑黄杀疯了 将神女炉当作主阵旗 光当一声 置到了中央 众人脸色发白 大黑狗要发狂 真够可怕的 将大圣兵器都给扔出去了 幸好还有其他圣器防御 不然麻烦大了 不过效果是显著的 以上古大圣的法器作为第一阵棋 那种威势扑亭盖地 催破乾坤 对方的阵台是一座接着一座的崩碎 浩瀚能量倒卷 疯了 真的疯了 这是真正的灭教大战 过去黑暗年代的大战也不过如此 涉及到了如此多的杀阵古台 无论是敌我都紧住了 忍不住悚然 这绝对是一场杀劫 幸亏双方平衡 若是一方少弱 都会立刻被磨灭 真文终于黯淡了下去 满地狼藉 全都是神材碎片 古镇台好去的瑰宝 也不知多少 而今却成为了废料 海量的杀气慢慢散去 无穷无尽的悲凉与沧桑生气 这是古气的悲鸣 一战全回 很长时间后 人们才回过神来 脸色雪白 话语颤抖 总共毁掉了多少古生法阵 大概有十八座吧 不算太少了 最起码二十座以上 甚至可能达到了三十六座 难以说清 太恐怖了 林民成片 劫光无穷 赤胜夺目 数不过来 唯有精力才能明了 不然对这种恐怖 也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 而不是心灵的悸动 遍地碎料 古来少见 人们沉默了 手持兵器 驾驭战车 继续前进 今日一战 杀到了这番天地 早已没有了退路可言 唯有灭掉两大远古神潮 才能安心 穿行过毁灭之地后 断山半塌的山岭 凋零的万载巨木 陆续在前路上出现 没有人出声 全都在戒备 叶凡姬子圣皇子 走在最前方 战役高昂 而其他人 则大多无比沉重 众人心情不同 像叶凡东方爷等狂人 这一次以魔力自己为主 一直不打算 请压阵的几位古圣出手 而大眼圣地等 损失惨重的传承 则心在低血 恨不得立刻请魏义拼命 跟远古神潮决一死战 圣元子手持黑色的神铁 避逆众人 金色毛发闪烁 霸气无边 道 有什么可哭丧着脸的 两大神潮是最好的魔刀石 今日杀个痛快 再修道路上 再上一个台阶 咻 一道可怕的剑光出现 贯穿向圣元的后脑 狠辣而绝情 突兀的出现 无声无息 要一击毙命 这种隐秘杀术 太过可怕 几乎瞒过了所有人 圣皇子在剑不容发间 躲过了 齐罗刹那出手 向前劈去 然而一道血光在他的后背出现 切出一道可怕的伤口 声东击西 有杀圣出现了 引齐罗关注圣元子 而真正的目标是他 齐罗受创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原地消失 噗的一声血光洒落 将另一片虚空 斩出一道血痕 齐罗已发现对方 环一眼色 两人交手 非常的诡异 无影无形 血水洒落下长空 击加十几位强者惨叫 未能避开 当场成为了苦苦 啊 一声惨力的惨叫声发出 大眼圣地的教主头颅滚落 怒睁双眼 无头尸体倒在了血泊中 他的元神刚冲出 就被一道血色的杀剑洞穿了 当场烟消云散 杀 众人怒吼 恐惧大叫 诸多刽子手出现 近在咫尺 藏匿虚空中 展开暗杀 许多人惊叫 被刺透鹅骨 死于非命 这是杀手中的王牌在出动 哪里走 历天东方爷等人怒吼 全面反击 向前扑杀 他们钻研过天庭的杀生大树 无惧此种杀到秘书 鬼鬼祟祟 给我死 圣皇子一声咆哮 浑身金芒大盛 躯体像是黄金铸成 轮动大棍 将一位老杀手砸了出来 就是此人 刚才将大眼圣地的教主 涂掉 他是一位斩道的王者 实力出众 几乎在一瞬间 已杀死上百人了 没有任何悬念 几乎是在一息间 这位王牌杀手 就被猴子一棍 抽的 古断金蛇成为一滩烂泥 血光接连的闪现 机子发为虚空大裂斩纵横 将诸多杀手撕裂 化成一道道鲜血 尸骨无存 叶凡神色冷漠 浑身金色血气 化成一道龙卷风 将一位大成王者机的杀手 生生的攫取了出来 而后一拳将其打抱在天空中 简单而暴力 骨块与血花崩溅 子府圣女终于在世人面前 表现出了她的恐怖之处 与大道相合 举手台族 挥动天地法则 将一群杀手全都破了出来 束手一斩 成片的人融化在道光中 叶凡姬子圣皇子齐栋 向齐罗内里扑杀过去 全都轰出了猛烈的一击 杀胜齐罗也是长效 化血刀光万丈长 剖开了天地 斩向对手 轰 在可怕的大对决中 人世间的杀胜顿走 离开了战场 主动避退 只留下一道血迹 这就是古老的杀胜 尝到天地未变前 高深莫测 在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地 想走并不难 他向着天狱出口顿去 想要突围 但是几股圣微 如汉海般卷来 将他逼回 杀胜要逃 说明他们没有底气了 我们杀 一个也不要放走 诸圣帝的人大喊 士气大振 叶凡却是心头一沉 这位杀胜 狠辣果决 根本不是想逃 分明是在试探 到底来了几位古圣 现在掉头而回 冲向了天狱深处 杀 喊沙震天 这片天狱沸腾 诸圣帝战车 隆隆作响 碾压过高空 盛气复苏 一起打向前方 再接下来 他们瓦解了一些 上古沙震台 终于到了最深处 见到了两片可怕的 古老殿塔 那里沙气如海 白色的骨质 闪动光泽 岁月都难以磨灭 成片的电雨 都是骨头筑成的 在两片电雨的最中心 都有一座特别的 骨质建筑 光泽最为摄人 有诸王的头骨 也有圣人的枯骨 灿烂而惊盈 电雨中的地毯 为神匹 是从圣人身上 扒下来的 一群蝼蚁 也敢向巨龙挑战 我佩服你们的勇气 但却也不得不 嘲笑你们的愚蠢 一个威严的声音 从古殿中传出 古老而沧桑 也有一种霸气 充满了唯我独尊的气概 沙圣其罗大吼道 巨龙何以被人剿灭了老巢 躲到了天外 抵御与人世间两大远古神潮将灭 还在这里表现你们的自尊 今日全都给我去死 他失去了七个孩子 全都是为了两大神潮而亡 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 才换来而今的一切 心中悲怒到了极点 你为杀圣 我也为杀圣 不若今日你我间展开一场杀圣间的对决如何 苍老的声音无情的回答 他成到千年以上了 杀气沸腾 恐怖无边 不过其罗非常忍 当场答应要利害老牌杀圣 另一道枯骨的身影浮现 人世间的杀圣再现 避逆群雄不屑一顾 像是根本不在意入口处还有几位圣人 他扫过诸圣地的人 而后盯着圣皇子 又看向鸡子 最后将火炬般的谋光 落在了叶凡的身上 都自杀吧 本座给你们痛快死的机会 人世间的杀圣指点叶凡鸡子圣皇子 无情的说道 对于众人攻进来的事实一点也不优据 谁来了都无用 想覆灭人世间与地狱 那是痴人说梦 什么人族圣体 什么骨肛之子 都是蝼蚁 你们一个个都要死 他的话语跟刀子一般刮在众人的皮肤上 森冷而冰寒 诸圣地中有不少修士抵不住杀圣的音波 肉身四分五裂 鲜血一道道 神石也熄灭 不有声的世界 听中国的声音 听China.com 听中国 第1202章 底蕴 我看还是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老狗去自杀算了 龙马面对这个不将他们看在眼中的杀圣操话直接的出口 大黑狗不爱听了 怒目而视 反驳道 胡说八道 他狗屁不如 对 他大言不惭 还想让我们去自杀 老东西还没睡醒吧 自己去死 龙马叫小 面对这样两大操货 神来了 都得脸颊抽搐 什么埋态人的话不敢说 咻 一道杀光卷来 横斩天军 将大黑狗与龙马都笼罩在下方 人世间的杀圣 阴沉着脸 下了杀手 当 猴子出手 手中的乌骇大铁棍 竟与圣人撞了一击 发出灿烂的芒 虽然在倒退 但是并不是不可争雄 要知道 这可是一位杀圣 法力无边 专杀圣人 闯下了赫赫威名 人世间的杀圣一击未成 当即从原地消失了 融入虚空中 同时间无边杀意 震四野 龙马当场吐了一口鲜血 大黑狗也是一阵 直立而起 两条后腿着地 踩着形字角倒退 给你们机会自杀 不把我好 那么 我一个个送你们上路 人世间的杀圣 韩生道 他依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俯视众人 视他们如蚁虫 未当作对手 想要抬手间除灭 老柜子手 你的末日到了 叶凡 躯体燃烧 化成不灭金身 向前攻去 他望穿虚空 六道轮回权益无敌 粉碎万物 天地间像是有一道道金色的闪电在飞舞 叶凡与杀圣硬汗了几拳 发出了刺目的光 实力很强 能与我碰撞 我相信你们都是人杰 是万古来了不得的天才 但这又能如何 人世间的杀圣在暗中冷笑连连道 你们晚生了五百年 我不给你们成长起来的机会 今日我就是要扼杀天才 行那绝灭之事 让你们死在摇篮中 老不死的 你话太多了 吃我一棍 圣皇子大吼地动山摇 黑色神铁棍横扫乾坤 压得混沌仙徒崩开 打向杀圣 咻 一道杀光袭来 擦着黑铁棍而过 在猴子的肩头留下一朵雪花 鸡子也出手 一言不发 身体溶于虚空中 大裂斩斩出 发生了宇宙爆炸般的声响 将杀圣生生 从虚无中给逼了出来 不过杀圣终究是杀圣 可专门杀其他圣人 鸡子中了一道剑光 最半边身子都血迹躺落 叶凡冲击 浑身妙数进展 双拳风雷大作 金色电光一道道 宛若闪电神明拳 演化六道真意 在他的双拳上血迹斑斑 但是他不在乎 依然是死缠 大战老杀生 这个老东西真是技术啊 难怪传说是专为杀圣人而生的存在 一起上 拼死他 大海狗叫道 他口中吼着 眉心竖眼射出一道道乌光 可破圣人防御 对老杀圣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妈的 这老家伙 该不会进阶为圣人王了吧 龙马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 不可能 一起上 灭了他 东方野大吼 驾驭古圣机甲冲了上来 他们知道 叶凡机子圣皇子 还有足够的底气 因为还没有真正杜劫 得到天地印证时 实力才算是真正到位 可以决战 杀 磨死他 立天怪叫 驾驭古圣战争工具 也到了眼前 双手持一杆紫色的毛锋 刺他虚空 对准显形的杀圣吼心 砰 人世间的杀圣 嘴角泛起一丝无情的冷笑 将所有人都照在了杀光中 神出鬼没 不时消失 最后 燕熙老刀把子 腰月空 都驾驭古圣机甲冲了上来 一群人大战 这位可怕的杀圣 这就是杀圣的威力 这些人合力围杀 短时间竟也拿不下 对方战斗经验太丰富 与可怕了 另一边 齐罗以地狱的杀圣 也站到了白热化 在天地中 实隐实现 手持恐怖圣技 剧烈交击 这是神则的对碰 是大道的轰击 伴随天道雷鸣 你们这些人都要死 人世间的杀圣 一边说 一边与群雄对决 忽左忽右 防不胜防 叶凡心生警照 暗中传音道 小心点 他拖住了我党 也许会有第三尊杀圣出现 他觉得老杀圣 利用他们年轻气盛 争强的心理 将所有人拖住 给第三尊杀圣 暗杀的机会 可怕的预感成真 两大神潮 竟出现了第三尊圣人 齐罗差点隐恨 遭遇了一次暗杀 那一件若欲外惊心 犀利而可怖 璀璨而夺目 自齐罗的尖头 刺入体枪内 只差一点 就洞穿了他的天灵盖 龙马差点让人力 批为两端 鲜血长流 这位杀圣重创齐罗后 向这片横扫而来 利天的机甲 也被撕开了 人世间与地狱的底蕴 未曾丢失 众人心中一沉 拱我神朝者 都去死 人世间的杀圣 残忍大笑 你们都退 叶凡暗自传音 同一时间 第三位杀圣献身 让众人都吃了一惊 竟是一具血白的骷髅 手持一口杀剑 光滑四射 这是以你们的仙人 道骨拼凑成的傀儡杀圣 头骨中诞生了神火 众人心中一寒 这可是一个难缠的存在 也等同于一位杀圣 承载的是远古神朝的杀念与意志 东方爷 燕一熙龙马黑黄等人都果断倒退了 他们知道叶凡圣皇子想做什么 不就是在等待这一刻吗 齐罗与地狱的杀圣 生死决战 难解难分 各自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叶凡机子 圣皇子 神色冷漠 一起向前围去 面对人世间的杀圣 还有那具白骨 第一时间爆发出了夺目的光 他们选择同时杜戒 在这混沌仙徒中发难 世上有几人可控自己的天结 都是被动杜戒 而今三大弟子级人物 全都引动了天罚 宛若神话 让敌我双方都变色 心中冒凉气 叶凡机子圣皇子扑杀 将两大杀圣堵在了当中 拼命攻伐 让他们跟着杜戒 这是一场大难 无边的雷电将士狂轰此地 顿时被电海淹没了 传出杀圣的咆哮 正在与齐罗大战的杀圣 脸色惨变 这等天结落下 他觉得自己的老搭档 还有那具古圣 凶多吉少 轰 茫茫天结 从天而降 凶残得过分 这不是一道道的闪电 这是一片海洋 赤圣夺目 啊 许多杀手大叫 灰飞烟灭 原本隐伏在暗中 随时会出手 但此刻 却成为了截灰 人世间的杀圣 还有那句白骨怒吼 向外冲击 但是叶凡 还有机子 以及圣皇子 锁定了他们 如影随形 让他们一起杀截 这是一场杀截 两大圣人都被批得皮开肉绽 苦不堪言 怒笑不止 天地沸腾了 雷杰刚一出现 就将此地批的千疮百孔 即将崩毁 人们吃惊的发现 周围有许多杀阵与道寒 此时全都明亮了起来 对抗结光 都是圣人级的 这原本是为藏宋 齐罗与叶凡 而准备的可不法阵 而今却成为了 抵抗天杰的胜利 老东西 送你上路 圣皇子在天杰中 神威伶俐 手持大棍 打向人世间的杀圣 骗 机子也喊直接 虚空术无穷 配合天杰 将那具白骨淹没了 让其连遭重击 叶凡的背后 五柄宝剑轮斩下来 五色神光冲销 带动着滔天的雷电 劈杀人世间的骨声 在刺目的光滑中 人世间的杀圣 狼狈不堪 劈头散发 壮弱恶鬼 眼睛都红了 他承受了三大高手的攻击 更是被闪电不断劈中 骨头都露出来了 在雷光中 杀圣大数都不管用 这是天地的审判 需要绝对的实力去抗衡 远处诸圣地人心中发毛 战斗演变到了这一步 让他们振振后怕 若是卷入进去 必死无疑 所有人都躲得很远 生怕被触及到 这一次 碍于祖先的枯骨 被藏于此 各教都出动了部分力量 但真正动用底蕴的 却少之又少 浮衍的居多 而今这种大环境下 保存实力是最好的选择 大眼圣地倒是用心了一些 可是很不走运 圣人及傀儡 都让杀手神朝给斩了 损失惨重 小辈 你们真以为如此 就能覆灭两大神朝 天真的要命 你们来犯的人都要死 在那雷海中 人世间的杀圣 浑身都裂开了 血肉飞溅 如厉鬼般长嚎 同样在雷霆中 叶凡他们自己 也不是喊好受 也不时有血液飞溅 达到了圣级的大劫 谁也不能轻松度过 不然那就不是天劫了 老家伙你们死期到了 叶凡冲击而来 他的肉身相当的坚硬 为不灭金身 虽有受伤 却也伤不到本源 叶凡圣皇子姬子一起出手 主攻这位杀圣 让其遭受了最可怕的劫法 三重加身 几次被劈碎身体 同时另一具骸骨更是惧怕 他是死无而生 而今面对这种纯阳电光 战战兢兢 头骨中的神火 随时会被批灭 各位道友请出 一骑杀敌 将来犯者都灭掉 图谋的大事 人世间的杀圣 暗中传音 他实在坚持不住了 轰 几道可怕的气息冲起 乾坤都要崩开了 竟然还有杀圣 人世间与地狱的底蕴 保留了下来 全都在此地 众人都变了颜色 心中发颤 请诸位前辈出手 叶凡 眸光闪动光泽 卫义 北域第一大寇 骑士府的老圣人 姬家的圣人都出现 将覆灭最后的神朝 不怕你们出现 就怕你们不来 一直在期待 雷杰中 人世间的杀圣 阴寒的教导 第一千二百零三章 夺地兵 是吗 你们有底蕴又如何 还都是要死 叶凡针锋相对 哈哈哈哈 人世间的杀圣 尽管披头散发 白骨茬都露了出来 但依然在森冷的大笑 兵寒气四溢 道 不知死活 远处 圣威浩大 举为老圣人现身 沉默不语 盯着那片古老的 白骨殿堂 所有人都死吧 没有必要活下来 古殿中 传出一道 威严的声音 一道杀念 如汪洋一般卷来 这绝对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存在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每时每刻都在杀人 才得以成长到这一步 一个老者 无声无息走来 皮包骨头 头发早已落光 眼窝深陷 机体干瘪 几乎失去了生命特征 圣人王静 这是一个以杀正道 达到了圣人王静的刻不存在 谁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等老杀手付出 他属于人世间 前几天才出世 沉睡神缘内十几万年了 活到了这一世 阴气浮动 在其旁边出现另一尊黑衣人 形体枯稿 虽然不为圣人王 但也是一尊杀圣 两大远古神朝很幸运 在一处密地 偶然绝出了不分底蕴 而今坐珍于此 让此地固入金汤 在他们的身后 又出现几道凶残的气息 竟是三位古族人 与远古杀手神朝走到了一起 这实在出乎人的预料 这本为远古神朝重地 怎么来了三位古族 黑黄敬意 因为他发现 古建筑群间有一座祭坛闪烁游光 那三位祖王是被召唤过来的 杀手神朝与某些古族暗中游往来 三人四世第一次来此 谋光明灭不定 四处打量 叶凡舞剧道 你以为付出两尊杀圣 再加上三位祖王就能逃过覆灭的下场 也不想想想今日都是谁来围剧你 谁是猎物一会自见分晓 人世间的杀圣说道 在天结中挣扎 四后 叶凡 姬子 圣皇子一起行动 携天结向前冲去 裹带着两个硬结的人 对上了那数位新出现的古圣 杀 一道冰冷的气机发出 对面的杀圣之王迪鹤 冰森刺骨的含义 弥漫混沌神土 同时万道神光并起 自其背后的古殿中冲出 截断了几人的去路 此前的杀阵只是虚取 真正可磨灭万物的山谷大阵 全面复活吧 刺耳的声音传来 轰 滔天能量波动传出 向这个方向汹涌 光束一万缕 叶凡猴子 姬子对抗天结的同时 也有了一阵颤厉的感觉 杀吉无边若非雷海降临 他们将首当其冲 这是一片浩大的古镇 整片干涸的混沌仙徒 都刻满了阵纹 将所有人都包围在内 没有退路 咻 那位杀圣之王一下子消失了 展开了恐怖的刺杀 冲向了远方的圣人 远古神朝想封闭此地 将众人一网打尽 涂掉来犯的几位圣人 一声剧烈的震动 杀圣之王 与骑士府的老辅主 对决了一击 袭杀未成功 可是却让诸圣帝的人 心中升起一层阴霾 两大神朝有恃无恐 古老的神明意志 全面复苏吧 焚碎一切入侵者 毁掉生计 一位杀圣河道 大阵的气息越发恐怖了 干涸的混沌仙徒 是昔日神明的闭关地 留下了可怖的残缺法阵 这个地方顿时腾起万丈光 一片大乱 精气将所有人都包围在内 想要全面炼化 杀圣给我斩 黑黄大吼 你们全部要死 杀圣之王 森冷地说道 运转法阵 想要剖开天节 将那两人救出来 有劲无处 你也进来吧 叶凡清斥 与圣皇子还有姬子 向前冲去 给我杀 干涸的混沌神土内 神闻浮现 古镇即便残缺 但也极其厉害 绞杀四方 没有盛气防护 根本活不下来 神女卢臣服 将历天东方也 燕一夕等人 护在下方 而诸圣地的人 也都变色 一边应付杀手的袭杀 一边撑起光幕 各自抵抗 子府圣女身判 出现一个老狱 竟是一位圣者 显然是该圣地的底蕴 护住了他们 江一飞 头颅上 又出现一座恐怖的神炉 沉沉浮浮浮 散发出一缕极道神威 这是一件帝兵防品 所有人都上路吧 在上古法阵沙光中 两大神朝的人 无情地说道 加上三位祖王行走 在熟知的古镇中展开了绝杀 黑黄怒吼 他的杀镇威力无穷 奈何所欲镇台不多了 护住天之村的人还不成问题 想要摧毁此地有很大的难度 天节中人世间的杀胜 虽然碎裂了几次 但都有重组 依然在残酷大小 抚灭吧 那只白骨也在嘶吼 头骨中神火不息 先杀掉你们两个 鸡子说道 雷海中的杀生 壮弱疯狂道 我要让你们明白 神朝不可触怒 原本我们想饮福了 你们却还穷追不舍 将沦为猎物 叶凡冷神 嘴角露出一缕冷笑 冲着远方喊道 集结的前辈不出手 更待何时 在两大神朝 与三位祖王肆虐 依仗上古法阵激烈出手时 远方传来一股浩大的波动 古之大地气息弥漫 一枚古镜腾空 万缕大道丝涛垂落 他光滑贯穿古今 唯能举世无辟 璀璨的光束 自那镜面照耀出来 古镇都在崩开 混沌神徒都归裂了 在慢慢瓦解 这是一股让人窒息的威能 连圣人都颤离了 虚空镜 古之大地的兵器 果然被带来了 这是一场大大的杀戒 有人大叫 杀手们惊慌了 此时此刻 这混沌神徒 遗存现来的神秘古镇 被不断的抹灭 再被斩掉 积极的圣人 无情的出手 在其头顶上方 虚空地径转动 那刺目的光束 无物不破 照向杀圣之王 刷 不得不说 这个杀圣王 恐怖到了极致 竟然在剑不容发间 躲了过去 血光崩散 在其旁边 一位古族祖王 大叫了一声 直接被静光 照成了一团血雾 尸骨无存 始于非命 所有人惊悚 竟顺杀了一位古生 这是何等可怕的力量 简直害人听闻 那枚古镜 古朴光洁 照耀出的神灰 可扫杀一切生灵 没有人可以立抗 这就是古之大地的兵器 在一位圣人的手中复苏 开天辟地 摧毁天雨 贯通过去 现在 未来 无所不能 圣人都是一息间 成为一滩浓血 嗡 虚空古镜再转 又一次 对准了那些人 两大神朝的人 颤力 动战不得 杀圣王 都只能避退 又是一道血光闪过 第二位圣级祖王 被静光撕裂 成为一道道血气 散在天地间 诸位道友 还不现身 更待何时 夺地兵的机会 就在眼前 与齐罗大战的那位杀圣 急促的教导 古殿中 那座祭坛光滑闪烁 出现七八道神影 竟然都是祖王 为首一人血气压盖日月 道行灵贯此地 众生都在颤礼 许多人 差点直接跪在地上 承受不住 这股汉海般的威压 前论大圣啊 竟然是万龙朝的 古族大圣 他写古兵而来 人们惊呼 脸色雪白 预感到大事不妙 全都颤抖了 我说过 谁是猎物 到最后才揭晓 一切都是你们逼的 地狱的杀圣 阴森的说道 显然 他们早与古族有联系 不过 倒是没有透露过此地 今日被逼上绝路后 才直接的放开了一切 这是极其严重的后果 远古神朝 与太古皇族万龙朝 凑到了一起 光想想 就让人头皮发麻 诸圣地的人 心都缠了下去 在原本的预想中 有圣人压阵 铲平神朝 应该没有问题 不曾想 他们的底蕴出来了 而且也早有算计 不怕你们不来 就怕你们不出现 夺走了我们一件古皇兵 现在就以帝兵来偿还好了 万龙朝的前轮大圣 幽冷地说道 人们脸色难看 古之大帝的兵器 不能妄动 不曾想 今日刚一震杀祖王 就出现了这样的大祸 所有人心头都很沉重 盖九幽离去了 进入了星域深处 不然前轮也不见得敢这样出现 杀圣之王阴惨惨的大笑 如顿刀刮骨道 嘿嘿嘿 谁是猎物 你们都要死 叶凡姬子等人 对他厌恶到了极点 沉下了脸 圣皇子冷笑道 你高兴得太早了 你想请那位恐怕来不及了 今日留你一命 送到须弥山 其他人全杀 地狱的杀圣说道 有恃无恐 请叔叔出手 圣皇子高呼 然而并没有得到回应 混沌仙徒归裂 宇宙中星辰的光辉 洒落进来 却不见斗战圣佛的踪影 众人再次变色 本是为覆灭远古神朝的战斗 竟涉及到了这么多人 势力错综复杂 千伦大圣点了点头 道 沈皇子 你叔叔来不了了 一位老前辈 可能会去找他聊一聊 我也不为难你 将亲自把你护送回须弥山 但是其他人都得死 在其身前 一条紫色的真笼浮现 躯体的每一节都是一枚紫灵 闪动梦幻般的光辉 这就是明镇万古的兵器 万龙岭 古皇气息弥漫 遮天蔽日 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还未复苏 已然让众人贪软在当场 此与你们死亡 千伦大圣冰冷无情的说道 扫向所有人 包括诸圣 道友 你未免过于高估自己了 就在此时 卫一走出 浑身散发出了 震骨朔金的恐怖力量 他白发披散 身体哭败 但是此时 浑身毛孔 都在溢出 一缕缕倒机 宛若一个神明 让人惊悚的力量 滔天而上 若是一尊永恒的神炉 复苏了 他将虚空静进来 悬于自己的头顶上方 光刻照耀古今未来 大圣 这位不显山不漏水的老者 竟然是一位大圣级的存在 众人悍然 而后又是 毕竟 这是当年的天玄三杰 在最不可能成圣的年代 得到自然 公参造化 这么多年过去 怎么可能是繁俗 这 古族与远古神朝 都被禁住了 没什么可说的 先斩了他们两个 叶凡盯着雷杰中的 杀圣与白骨架 圣皇子姬子点头 雷杰无量 这尊杀圣凄惨无比 即将快陨落了 那白骨架也是如此 头骨中的神火将熄 这两个圣者都以为会获救 能反杀业反等 不曾想底牌进出时 对方不落下风 也出了一尊大圣 第1204章 时间之书 不 人世间的杀圣丝吼 奋力挣扎 但是身体还是在碎裂 被天地大劫 劈得血肉横飞 白骨森森 雷海中一道道更为赤圣的光在飞舞 那是太阳太阴五行混沌等各种大劫 更有一座座天雀在沉浮 那是闪电凝聚而成 叶凡猴子姬子杜劫 引来的天罚可以说是举世难解 在这个境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怖的电芒 三位弟子引天罚一向震诸天 雷光穿骨巾照耀出了永恒的星光 这并不是成圣大劫 但却被圣人节不枉多让 劈得杀圣都截体数次了 无法摆脱 而那具白骨架头颅中的神火 终于是越发的暗淡了 行神俱灭就在眼前 远古神朝的两大强者无力回天 比叶凡他们更痛苦与艰难 因为面对的是三种劫法 啊 杀圣大叫 临死也要拉上一个弟子 可惜他难以如愿 人世间隐于红尘中的妙术 施展不出 无处藏身 一瞬间就会被天罚给劈出来 鸡子身上血迹斑斑 在天结中自然不可能无损 但是却并无大碍 虚空大猎斩一出 天地失色 神魔虚影怒嚎 将那具白骨架给撕开了 这是一声巨大的咆哮 传遍破裂的混沌仙徒 一些人直接被震得肉身炸开 化为血雾 一位圣者被裂了躯体 这是一场丰盛战 鸡子杜劫将圆满 展现出了他可立抗圣人的实力 所有人都口干舌燥 一位弟子级人物崛起 昭告了他的强势与超凡 从此天地间多了一尊 不可忽视的人节 另一边圣皇子咆哮 施出了一个法向天地的神通 顶天立地 也不知高大了多少倍 超越了巨山 这是一头巨大的金色圣源 每一根毛发都闪烁精芒 璀璨夺目 吼碎天雨 震烂河山 手持捅破天的黑色大棍 站在雷海中 轮砸向人世间的杀圣 杀圣怒笑 英雄陌路 他是从尸山血海中爬过来的 现在却精疲力竭 拖着露出的白骨的身子 展开各种秘术 杀向前方 啪嗒 并不是多么响亮的声音传来 血肉碎掉一片 杀圣右臂与半边身子都塌陷了下去 而后折断 圣皇子怒吼 抚养天地间 高脉万丈 这是一头可摘星卓月的金色巨原 斩动了无边的威势 重创了一位古圣 人们倒吸冷气 尤其是古族 恍惚间再次见到了斗战圣皇崛起的光辉岁月 心惊胆颤 所有人都知道 圣皇子崛起之路不可阻挡了 而今晋升到了半圣 有了可抗祖王的实力 与时俱焚 十方击灭 在汪洋般的雷海中 人世间的杀圣 还有那具白骨架 传出残忍的神势波动 他们知道完了 但却也想拉上一个人陪葬 躯体破烂 他们的元神在遭受雷击 萎靡不堪 可是却化成两道光向前冲来 分别扑杀像姬子与圣皇子 众人变色 杀圣拼命 斩动人世间的禁忌秘术 绝对是一场大难 他们燃烧生命印记 可展现出惊世一击 速退 远处人们惊呼 垂死挣扎困兽之斗的人最为可怕 稍有不慎 原本的胜利者 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叶凡出手 毅力虚空中 黑发如铺 接受雷霆洗礼肉身 眉心内光滑一闪 一个金色的小人 抱顶而出 达到了速度的决定 极尽神话 跳脱出肉壳的束缚 从神形中冲起 脱胎而出 这是道德在变 原神合道 抱顶一击 时间仿佛凝固了 空间不能成为阻挡 金色的小人成为了天地间的唯一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一击惊艳势金 表现出了一个将来可在地路上争雄的人族圣体的风采 白骨架中飞出的原神之火被金色小人抱顶一砸当场四分五裂不能挡住这一击 那一团神火愤怒 那一团神火愤怒同时惊恐哀嚎以大叫着垂死挣扎 然而却与事无补 金色小人的顶垂落下万缕木器 快速放大 又一次镇压而下 再也没有任何悬念 将其砸成了飞灰 死了 一位圣者的元神就这样被灭了 众人大惊失色 全都张口皆舍 万物母七鼎与叶凡一起度戒 境界相同 而今在雷海中诞生出了神明智 威力无穷 他与叶凡境界始终一致 达到了半圣境 与其主人一般可占圣人了 身为古之大帝 才能拥有的鲜料 被铸成顶多年 威力无穷 半圣气 半圣 有半圣壁垒 可是 却能斩杀圣者了 古足不少人脸色雪白 第三位弟子级人物 在这一刻 以其实力 昭告天下 强势崛起 无人可当 另一侧 人世间的杀圣元神 似一道流光般 突向猴子 争宁而凶利 誓死要拉上他 我被天结重创 实力不及全圣境的武长 但是要拉上你们三个当中的一个 也不是问题的 这是一种不甘 蕴含 无边怨气 想让圣皇子陪葬 然而 结果出乎预料 叶凡后发先至 击杀那团神火后 金色小人身下 出现一张神皮 载着他 像是逆转了光阴 沿着时间长河而上 挡住了杀圣 快到不可思议 让人反应不过来 这是时间之书 记载了天庭的古法传承 是叶凡从不死山中 带出来的 为一张神皮 上面密密麻麻 刻满了小字 此时都画成了符文 绽放而出 烙印在虚空中 将叶凡护在中央 每一个字都灿烂夺目 像是以神经著成 各个朔光 字字沉重如山 堪称精士 金色的小人 盘坐在这张神皮上 万物母七顶 脱离怀抱 悬在头上 与其共进 而在手中出现了 另外一件兵器 田庭的无上权杖 人世间的杀圣大叫 似乎非常惊恐 这杆黄金权杖 曾带给两大神朝 无尽的威压 昔日震慑时间 这是只有大圣 才能催动的兵器 其他人不可能用 但是他似乎忘记了 只记得他十几万年前 噩梦般的威能 嗤 黄金权杖将杀圣的元神 剖为两半 并没有特别威能呈现 只是单纯的坚固不朽而已 叶凡手中 另一件兵器出现 正是大神兵 是一种元神兵 专杀人元神 将此杀圣神 抽成了碎片 啊 人世间的杀圣 淒厉大叫 叶凡头顶上方 万物母器顶一阵 垂落下丝涛般的 大道母器 将早已陷入 京剧中的杀神 元神碎片 碾压成了鸡粉 所发生之事 尽在电火石化间 人们想阻挡也不行 太快了 时间之术 让金色的小人 像是穿透了时空的智库 一件接一件的密宝展现 将威慑与神能分别发挥出来 让这位杀圣 都只能不甘地隐憾 死了 一位可杀圣人的杀圣 就此落下了帷幕 死于天界中 远近鸦雀无声 只有那巨大的雷结 还在继续 那光幕中 三道如神似魔的身影 毅力散发着不朽的气息 两位杀圣级存在 就这样 被三位半圣给杀了 这是一则什么样的消息 传出去会让人疯狂 半圣壁垒 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 你干嘛抢我的敌人 圣元不满地说了一句 三人不动如山 峨谷前都盘坐一个小人 接受闪电洗礼 到了最后 更是惊喜牛隐 将汪洋般的雷海 向口中拿去 三尊弟子一动不动 与雷电的海洋中升华 全面改变体制与元神 经受淬炼 远处前轮大圣 谋光闪动 在其身后 有几位祖王的杀意 是不加掩饰的 这等人物 一旦成长起来 不可应封 最后的办法 就是立刻斩杀 可是他们 他们却没有机会 大圣卫义的头上 古之大地气息弥漫 光束一缕 照耀出一片通明的天雨 星域都在颤里 那枚古镜 铭刻了上古大地的无上威严 承载了无敌的道果 而今已经复苏 谁敢乱动 虚空镜 光滑四溢 宛若一个宝轮 又像是明月当空 垂落下的思涛 将老圣人浑身都罩住了 将其衬托得如同一尊神 人族让人敬畏 前轮大圣叹了一口气 身前万龙岭 缓缓腾动 如一头真龙将士 古皇道妻弥漫 走了一个盖九忧 不想又出现了一个卫义 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圣 持掌虚空镜 谁人能轻言震杀 刀游若是想论道 我们去行空神处 魏义说道 好 轮个高下 前轮大圣点头 与其身后的几位祖王一起消失 化成流光 没入黑暗的宇宙深处 魏义与几位圣人临去前 盯住了那位杀圣之王 此人皮包骨头 神色惨变 也冲向了宇宙中 这等大人物一离去 人们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这是一场天大的杀截 不曾想引来了这些风云古怪 哄 最后一声巨响 漫天的雷光散去 叶凡姬子圣皇子 杜劫成功 天罚消失了 每一个人都气血旺盛 精神奕奕 疯狂吞噬周围的精气 补充能量 另一边杀圣齐罗 精彩绝艳 拼死了早他成道千年的地狱杀圣 斩下其头颅 现在关其额骨内的残破神史 他通过这些 看到了自己亲子的部分人生轨迹 当即又哭又笑 披头散发 一脸的悲怀 忍不住对天大吼 豪华 词不住对天大吼 这些人都没有 这些人都没有 对天大吼 这些人都没有 也能有 对天大吼 大吼